陶生依旧离不开您的元首与资助 让陶哥的声音时时伴随着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十招聚焦 十一号 魏凤和 昨天晚上的时候看到一个故事 说魏凤和是否会被判死刑 原来说的是李尚富判死刑 李尚富判死刑是因为对抗 就是他没有老实交代 魏凤和判死缓 这是之前说过的故事 结果昨天他的标题就那么 魏凤和是否会判死刑 立即执行 因为就过去了 一晃就过去了 结果今天我就想起这故事 我就查魏凤和到底这故事从哪来的 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 然后透过他的分析 那分析的原因其实就是从 对魏凤和指控的 就是开除他的党籍了嘛 开除党籍的指控当中 有关键有两个字 叫师节 忠诚师节 忠诚师节这个词很少用 师节呢 结果他就 南华早报大概透过师节这两个字 进行了分析 他引用了当年顾顺章 就是在所谓国共打仗的时候 顾顺章负责中共的间谍网 那后来就投降了蒋介石 大概是这故事 投降中央政府 然后就让党 让党付出了沉重代价 基本上 基本上故事是这样 据说顾顺章呢 是周恩来下令去杀他 杀他全家 背景是这样 在那个问题上 顾顺章曾经被用过师节 那师节这两个字呢 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没有太多印象用在谁的身上 那师节里他暗指的就是说 是一种背叛 背叛祖国 背叛国家 背叛忠诚 但这里的师节 如果你说背叛国家的话 给我的感触可能 背叛习近平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是这个词可能被习近平用 那原因就像我们刚才 那个那些节目讲的 习近平今天提升了一个姓和的 正宫干部为上将 那代表中共军队的这种血腥 即将到来 那为什么提正宫干部 是他对魏凤和的极度的失望 就是魏凤和的所作所为 在魏凤和的眼睛里 可能是顺利成长 就是他是贪腐也好 怎么样也好 结党因私也好 弄团伙也好 他一个人干不了 对吧 挣那么大钱的干不了 那魏凤和大家走到 就一个军区 大军区的司令 总参谋部的总参 那他都不会他自己去干活的 对不对 下面肯定都一帮人给他干活 送钱的是排着队往家里送 不是他要 那但是定罪名的时候 一定给他们定成团伙 对不对 那定成团伙的才有打击力 定成团伙的才有他的 就是反腐才有力度 对吧 反腐才有才有力量 所以这是一个完完全全整人的体制 那在魏凤和的角度来讲 他愿意不愿意呢 他任何一个贪腐下来的 很难说孤军奋战 一个人我从钉子开始 到把故宫搬回家来了 我觉得这个 他不是这么个故事 而中共的体系 是一个完整的贪腐体系 所以在任何一个点上 缺了别人的配合 他也玩不了 他做不到 那除非银行行长 说卷着钱跑了 那可以 但是中共的高官 在他的赚钱中 他就是军队的官 他一定是系统 这是一个很容易解答 所以魏凤和我相信呢 在他眼睛里 他没有认为失节的 也没有想到忠诚跟不忠诚的问题 但是在习近平的眼睛里 就是失节的跟忠诚 所以魏凤 从习近平为 就是今天晋升姓和的那个上将 那副样子 就是那个模样 可以看出来 他极度失败 极度失望 也就是说 魏凤和对他打击太大 原因就是在当初 这是最信任的 真正的习家军 第一个上将 被亲手干掉 所以第一个上将亲手干掉 习近平肯定认为 他对魏凤和简直是太好了 就是说你不给我誓死报恩 你还背着我干这事 所以在我眼睛里 看到的是这个成分 跟他升任 把正宫干部升上来 要对军队进行大整肃 有关系 军队没有一个忠诚者 军队的上将 中将 少将 没有一个忠诚者 全都是失败 这是习近平眼睛里 他真正愤怒 所以南华早报这篇报道 它是一个分析的内容 但南华早报的来处 现在是不是归马云馆 都另外一回事了 南华早报是英文的 原来有中文的 马云买过来之后 就把中文的部分给砍了 就只剩英文的部分 那之前 他有替习近平说话成分 在里头 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跟香港01 有这个成分 但今天的中共内部 整个内斗结束了 曾经的内斗形势结束了 现在变成习近平一个人 跟全党全军进行 就孤军奋战 孤军奋战 所以全党全军都是他的敌人 都是辩解者 都是辩解的怀疑者 才出现这个场面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说 魏凤和可能判死刑 那也保不齐的事 因为让习近平极度失望 极度失望 从而加上这样的罪名 整个分析内容呢 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下 那这个框架呢 我以为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南华早报的跟这个 我们现在用的是中文的 是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是比较老的 就是时间比较长的 分析中国问题的 所以他在这方面呢 从他的编辑角度来讲 主编的角度来讲 有他一定道理 魏凤和被控终成失劫 所以暗示被敌国吸收 那我不认为被敌国吸收 这一点我不认为 那我认为是 是对习近平的忠诚 所以对习近平的忠诚 是习近平扣以失劫的 这种罪名 但这个罪名会很大 这个词暗指 魏凤和可能被敌对势力收买 昨天 南华早报说 他是首位被中纪委 冠上失劫的官员 十年来 那所以这是 我 我就是我们讲说 失劫就是背叛 对吧 跟忠诚放在一起 应该表示习近平的极度的愤怒 就极度的失望 可能是指魏凤和 让中共的敌人获得优势 27号公布的调查结果 严重违纪 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政治责任 对抗组织审查 违规收受礼品 礼金 信仰塌陷 信仰坍塌 忠诚世界 在这 所以我愿把它解读成是对习近平个人 那我他提上来 姓和的那个上将 是也是强调了 少将中将上将 都是习近平提上来 所以是对等的 世界二字被认为 跟前中共领导人 向中发或者顾顺章连在一起 他这么来连的 他是引用这个说法 那个是指背叛共产党世界 对吧 他向中发的故事 都是共产党齐齿大辱 这是怎么说呢 如果从那个角度上说呢 向国外出卖情报 我觉得就像 我觉得就像秦刚 如果一定是诗杰的话 一定是跟海外有关系的话 那有可能是跟秦刚有关系 就只能这么讲 那秦刚到现在没有结果 这是有可能 而秦刚的所谓的说法 就是相互关联 有这个东西 那我们只能听时间 但是我个人偏向于是习近平的愤恨 里头谈到了顾顺章 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用了诗节 香港军事评论员梁国亮 说罕见用词指控 代表他罪行可能超过收贿的范围 那是可以这么说 李商富只是说 背弃初心使命 丧失党性原则 李商富是跟随着张又霞上来的 但这个魏凤和是习近平亲自提拔 所以从这个信任的角度来讲 魏凤和跟张又霞是兵驾齐取 所以里面就是说 到底是什么最高机密 我们不知道 诗节可能跟让中共取得优势 这个我就这么讲了 除非魏凤和 我跟大家解释 除非魏凤和真的跟秦刚有关系 就是曾经流传过的 可能跟魏凤和的孩子是否有关系 那么就不知道 起码到现在没有出来 感谢朋友们